荷豆炒三鲜是一个全蔬食的素材 它的材料是很简单 荷豆或者是叫做雪豆 和三样的鲜的素材 就是鲜冬菇、鲜草菇和鲜白盒 加一点红萝卜片就更加漂亮 简单的材料 材料的份量就是 是要荷兰豆4盎司、新鲜冬菇3盎司、新鲜草菇3盎司、新鲜白盒4盎司 而红萝卜片就是几片就够 这个汁料就是要素蚝油1汤匙、生抽半茶匙、糖4分1茶匙、水1盎司、生粉1茶匙、胡椒粉、麻油少少 有一个是胃草菇的材料 要素高汤粉1茶匙、糖4分1茶匙、盐6分1茶匙、水2盎司 跟大家讲一下做法 这个草菇很多地方是没有新鲜的卖的 如果是没有新鲜的 我们就真的要用这个罐装去代替 如果用罐装草菇你开出来 草菇会胀会胀胀 因为那些水吸进去 整个草菇就吸满了水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用尖的叉或者尖刀在顶上锁一锁 让它的水你按出来 流出来的水之后 你炒上来就不会吃到满口水 而令到味道淡了 这个就是处理罐装草菇要做的过程 如果新鲜草菇我们怎么做呢 是将它买回来 底部有点微干净的草菇和杂质 我们是批准了它 然后洗干净它之后 我就会在底部略略割一个十字 让它容易在出水期间 将那些味道清除了 那么我们就要出水 如何出水呢 我们用一片酱 如果有五分数的朋友 可以加一条葱 那你就可以将那些水煮滚 放姜 然后放葱 或者你是不加葱 放姜 再加多一粒花椒 八角下去 煮一煮这些水 然后将草菇放进去 把它略为继续煮 那它里面那些批锤 就会是煮出来 兼且那个花枝八角的香味 就会进去 那这个时候呢 你略为出水之后 将它拿出来 瓊干身它了 那它瓊干身的时候呢 我们草菇 是要用胃料去煮它片刻的 这个步骤我们迟一点才做 现在先讲一下其他的 那荷兰豆我们当然是洗干净 去掉那个筋 就是要用油 和糖盐 割 六分一茶匙 来炒一下它 跟着呢 是蘸三汤匙的水 把它煮住 这样呢 就拿出来 就略为继续干身它 这样的煮法呢 它就会比较是脆绿的 如果我们出水都ok的 不过呢 我今次是完全用锅炒它 那我们呢 接着就是处理鲜白盒了 又是洗干净 它是好像一粒船头那样的型的 我们切了底部 每片每片 轻轻手把它剥出来 洗干净 然后呢 用少许油爆香 加糖盐各 百分一茶匙把它炒均 就可以上碟了 那接着呢 我们的鲜冬菇呢 就是用少许油 把它略为炒一炒 也是可以力气它 那接着我们就做草菇了 草菇 用个胃料去胃煮它 一会儿 让它的味道吸进去 当它的汁料将近是干的时候呢 我们将冬菇放进去 让冬菇都将它的胃料吸收一下 那我们煮到这两种菇类 我们都已经看到汁料是收干的时候呢 我们就将红萝卜片 鲜白盒和荷蘭豆 加进去 接着呢 就将那个汁料 加进去 拌均匀 一拌均匀之后呢 我们加少许油 加进去 那么轻轻地身呢 这个菜就可以上碟了 那么这个菜呢 是因为它是用三样新鲜的蔬菜 加上这个荷蘭豆 颜色就很脆绿又很漂亮 那么很容易头 为什么呢 因为三鲜嘛 那我就代替三星拱照的 所以呢 在新年的时候做这个菜呢 就是很容易头 因为是三星拱照福临门嘛